立委孔文吉以及国会办公室团队 7号来参加全国警察机关原住民原警东区座谈会 听取基层原警的建议 而立委孔文吉宇诺会带回立法院 并透过行政院长总质询 以及在各委员会的质询和联署提案 预算审查等方式 来积极为原民原警福利努力争取 另外孔文吉国会办公室来到花莲县警察局 关心参加全国警察机关原住民原警东区座谈会 并且有代从弦局长主持 而这次座谈当中参与的原住民原警 都来自于花莲台东的主任们 孔文吉除了分享报告 在立法院以及担任内政委员会造委的时候 为全国警察同伦们以及原住民原警主任们 所争取的报告 提倡恢复原住民专办制 政编勤务津贴的经费 加强改善勤务装备以及住所的环境设施 把握原住民高阶人才及学术与人员 关心就读警察大学专科的原住民学士等等 要跟大家宣导就是说我们在立法院 帮我们原住民警察所争取的一些权益跟福利 那文吉呢在过去呢在担任过内政委员会的招委 特别对我们原住民的警戒 因为我们现在部落原住民的警察越来越少 很多派出所的所长几乎都不是原住民 他们不了解我们部落的一些文化宫属习惯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多 原住民能够参与警察工作的行列 但是因为现在录取的比例非常的低 原住民的警员非常的少 109年我们那个警专学校呢 只有27个人考上 然后这个警察大学只有6个 那你说109年只有这几位到参与警政署的工作 那未来呢可想而知 所以本文吉在立法院呢 一直在争取要恢复原住民警员专班考试 然后后来呢内政部警政署 他们认为说管训用要合一 这个不是只有比试就好 所以原住民恢复警察专班考试 那个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就建议 那个警政署要多录取原住民的警员 所以我们有一个外加2%的政策 外加2%给原住民 但是这个名额还是过少 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的内政部警政署 跟那个考试院的考选部 还是要多办理一些原住民的专班考试 让原住民更多能够加入警察工作的行列 那昨天我参加的会议 主要是做这方面的宣导 最后就综合作坛交流当中 所提案的未凸显原住民警察身份 以及战事性格 背章胸章以及会章设计识别 调高三地加急的待遇 保障原住民学生入学加分等机制的议题 另外恐惧也以诺将会带回立法院 并且透过行政院总咨询的时候 以及各个委员会的咨询 以及联署提案 预算审查等方式 来积极为原住民远景 扶持争取而努力 记得将一块收到